啦啦队是一场篮球比赛中同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灌篮高手中的一些角色都有自己独立的啦啦队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SD中各角色的啦啦队吧 关系最好的啦啦队 鹰幕军团 鹰幕军团作为鹰幕花道的好兄弟 可以说是最铁感的啦啦队了 每次比赛必定会有他们的身影 虽然表面上很喜欢看鹰幕的笑话 但实际内心里都很在意鹰幕 经常会为鹰幕在场上的状态担心 而且如果有其他人诋毁鹰幕 他们都会强烈反击 如果湘北那个10号选手投球不要那么多失败的话 我看应该还有看头的 那个湘北的红头小子就是这么爱搅扑啊 你们再给我说一次看看 高宫 你别这样 可恶 鹰幕你快想个办法啊 颇有我的兄弟只有我才能说他的感觉 是出镜率最高的啦啦队 最搞笑的啦啦队 颜之男啦啦队 几个曾经的不良少年 突然从良为自己的好兄弟三锦兽 扛起颜之男的大旗 这画风突转的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啊 关键是几个大脑爷们 尤其是德南 还经常在比赛中痛哭流涕 和之前不良少年的架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下子就成为了搞笑担当 三锦兽看到他们在看台努力加油的样子 也觉得十分羞耻 不过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打从心里为三锦加油的 憨憨的表现也令人动容 最后相美的合影 颜之男团也有参与 可仅仅上队他们也是十分喜爱啊 铁男要是能来就好了 感情最厚重的啦啦队 鱼助纯 清田龙业 以及木木公园 他们对赤木钢线都有十分特殊的感情 其中两人都是从曾经互相较劲的对手 变成了心心相惜的好友 清田龙业希望赤木能实现和他进军全国的约定 而虽然有一定秦子的因素在里面 而鱼助更是发自内心的支持赤木 他鼓励赤木打倒穆森一的场面 实在令人动容 以及全国大赤 赤木的觉醒更是离不开鱼助 木木公园 则是从国中就一直默默支持赤木的男人 没有默默的陪伴 赤木恐怕也难以坚持这么久 他们都体现了男人间不明说却又十分深厚的友情 最能激发潜力的拉拉队 锦尚才子 虽然工程的拉拉队好像虐险凄凉 只有才子一人 但对工程来说 只需要才子就够了 只要有才子的加油骨劲 无论是打架还是打球 工程都能爆发出惊人的能力 早这样下去 全国第一空位也不是不可能的 最起反作用的拉拉队 刘川峰护卫队 又叫做刘川命拉拉队 他们其实是整部作品里最正规的拉拉队了 不论是服装 口号 动作 都是最专业的 可偏偏刘川峰并不好这口 在比赛中 不仅没有对刘川峰起到一点点鼓励的作用 甚至刘川峰偶尔还会觉得受不了 换做是鹦幕的话 可能早就开心死了 没办法 谁叫咱们的大帅哥这么高冷呢 最暖心的拉拉队 福田的小弟拉拉队 在福田最失忆的时候 福田遇到了他们 他们给福田提供了可以打球的场地 并且十分崇拜福田这位大哥 对福田来说 没有什么比鼓励更重要的了 极度需要夸奖的福田 即使只有一丝丝的鼓励 也能让他激发强大的斗志 你还知道哪些拉拉队呢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